大選過後針對現任總統馬英九 拋出的多數黨阻隔議題 民進黨總統當選人 蔡英文接受週刊專訪時就表示 不會接受這樣的提議 兩岸事務未來守重溝通 也會積極推動監督條例 而大選後也忙著跟美日派來的特使碰面 為執政來做準備 貼公事包匆匆走進黨部 當選第二天總統當選人蔡英文 依舊沒有公開行程 私人會議卻很多 低調現身全為了這個人 美國前副國務卿國恩斯 剛結束馬總統會面 民進黨就是下一站 當選第二天蔡英文沒有休息 與美日特使積極碰面 為執政預做準備 不過隊府一再拋出多數黨阻隔的要求 蔡英文接受週刊專訪重申立場 強調不會接受馬總統多數黨阻隔邀請 未來將優先推動兩岸協議階段條例 敏感的兩岸關係溝通是重點 讓對方能夠理解你的善意 至於立院龍頭給誰當 蔡英文強調會尊重國會自主 沒有預設立場 而各會人選 蔡英文坦言 林權的確是可能人選 院長的部分這個是主席的其中一小項工作 因為其實主席會去聽黨團成員的一些意見 但是最主要還是尊重黨團 清楚表態民進黨也將優先組成政權交接小組 與府方再協商 秘書長吳朝謝更在傍晚 啟程赴美訪問華府 對內對外積極準備 因為執政火車就要啟動 雲丹TV有家朋友 新特別報導